哇我的馬鈴薯在旺盛期之後開始變得醜醜了 一方面是風害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天氣一直下雨 那越來越醜那沒關係 它的養分已經運送到它的泥土下方長出馬鈴薯了 最近要來採收馬鈴薯 現在要採收馬鈴薯 我怕我的手沾滿指甲沾滿的泥土 因為我要去挖它 這個手套看起來舊舊的手套 因為為什麼舊舊呢 因為是2007年我去德國做農業實習的時候買的 你看已經十幾年的歷史了 其實它還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樣子就不會沾到泥土了 那這個你看馬鈴薯已經這樣有點衰敗 或者是它已經準備開花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準備收成了 那收成的話 因為我們這是居家栽培 所以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機器 就是你把它弄鬆 那我把泥土弄鬆 然後慢慢把 欸有沒有看到 你看 這麼潔白的馬鈴薯 那我繼續再來採收 大概是這樣子 那就像有朋友 他也有種過馬鈴薯 就有跟我分享說要培土 培土在農業的意思就是說 在它長上來的時候啊 長高後啊 泥土把它加高 墊高一點的泥土栽培的培 培土 那培土的話會避免它 就是導福 還有就是可以讓它那個 果實長得更好 然後 不會有被陽光曬到綠綠的樣子 我等一下給你看 它陽光曬到的樣子 你看 這裡還有一顆 有沒有 這裡還有一顆 那這一盆 這一株我先拔起來了 再來是這邊 哦 這裡還有一個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小粒的 先收集起來 你看這裡 哦 掉了 這裡面都還有 那你自己種的他很潔白 你只要洗乾淨啊不用削皮就可以拿來食用了 這是原本育苗的那一個馬鈴薯 整粒都有點潰爛掉了 那有這次的經驗我下次要切塊 因為如果沒有切塊 他一整櫥太大櫥了會互相營養競爭 長得沒有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下次要把它切一塊一塊 那一塊種一個地方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比較營養比較充分 你看這馬鈴薯因為沒有培土 結果他這個下面的這個我們要吃的馬鈴薯露出來 就變成綠色了 所以說隨著馬鈴薯長大就要把它培土 蓋多一點的土 他可以長得更壯 也不容易倒伏 然後呢馬鈴薯也會不會被太陽塞到變綠的 你看剛剛拔下來的馬鈴薯在這邊 哇這種收穫的心情真是非常的愉快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知道 我喜歡我的頻道